大家好 我是沐小杰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今天讨论一下 EB1A申请当中关于协会会员的这条标准 到底具体如何理解 那EB1A在没有如同奥斯卡或者诺贝尔 这样的一次性的重大成就的时候 需要从十条标准当中满足至少三条标准 那协会的成员就是其中的一条 但是协会成员就这样来讲的话可能有点简略了 因为其实不仅仅是任何协会的会员 都能够满足这条标准的要求 那EB1A的协会成员具体是要求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才能够达到呢 那首先这个协会的会员 它必须是以成员的杰出成就作为一个入会的门槛的 并且呢这个会员入会 它是受到了国际上或者全国范围内的一些专家的评审认定之后 才能够加入的 所以这个协会的会员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见到的一些 比如说行业的协会啊等等 它是对这个会员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这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其实EB1A的十条标准都是从方方面面来评价 申请人是不是已经非常的杰出 已经达到了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的那一小部分人的这样一个条件 那协会会员它也必须是证明申请人这个优秀的成就的这样一种展示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个要求申请人必须以自己的杰出成就作为入会条件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那比方说有些协会它说 一个申请人在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那并不是 多少年的工作经验 当然可以显示出申请人在这个行业内的时间很长 但是它并不显示出来这个申请人它具有杰出性 因为只要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待的足够久 它都是可以符合年份的要求的 但是它的杰出性并不能通过这个时间完全的体现出来 所以只是以时间为一个标准的入会的一个条件的 那并不符合 那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基本的入门的门槛 或者是一些行业内为了帮助协会会员提高自身的一个专业素养的一些一些协会 比如说律师协会 那作为一名律师 首先如果是一个职业的律师 那加入一些行业协会 有的时候是一些工作上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 或者有的时候是为了自身的一些提高 那这样的一些行业协会呢 作为它的会员 当然对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并不是EB1所说的这种会员的要求 因为它并不是说只有达到什么样程度的律师或者会计师 才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荣誉性质的协会 所以如果只是一个行业内的一般的一个帮助会员的协会 那也是不能够的 那还有的时候呢 有些协会它的标准不明确 它确实说 这个协会需要现任会员的推荐 才能够加入这个协会 那是不是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要求高一点 但是这当中又有一个问题 首先现任的会员是不是就一定是国际或者全国范围内知名的专家呢 是不是现任的会员的评审就能够达到说是国际或者国家范围内的一个专家的评审呢 那这个当中也要取决于协会的现任的会员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了 那另外如果只是说由他们推荐 那并没有完全的满足说 需要因为申请人自己有杰出的成就才能够入会 所以它在这个证明的证据环上面还是少了一块的 那还有的时候呢 有些申请人会说 这个协会它要求很高 比如说它必须要求这个申请人 它假设是企业家的话 它需要身家 比如说资产是多少多少才能够加入 或者说你必须要有一个 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很高的一个资产 才可以加入 那是不是这个就能够证明是会员 要有一个接触性才可以加入的呢 其实也并不然 因为有的时候商业上的成功 或者说一个人拥有众多的资产 并不代表他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他也完全是可能比如说他作为一个歌手 那他投资非常成功 他赚了非常多的钱 但并不因此证明他就是一个格外杰出的一个歌手 所以这个也不是完全能够证明的 那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就会发现说 这个协会的会员好像要求也太高了吧 那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些协会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吗 那实际从这个规定来讲 其实协会会员在EB1的众多的标准当中 十条标准当中 就我个人来看 他其实是标准非常高的一条 他比很多其他的标准 其实是要更高的 那举例来讲 比如说在美国这里 电影或者科学方面 比如说奥斯卡的那个评奖的组委会 那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 他确实是要求这个会员 必须是在电影行业有怎样的一些杰出的代表性的作品 并且需要现任的会员推荐才可以加入 那这是一个符合EB1A会员资格的一个组织的一个举例吧 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些国家的科学院 那要成为科学院的院士 那也是需要有非常杰出的专业上的成就 然后经过一些现任的院士的一些推荐 才可以进加入的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来举例说什么样的会员是符合要求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各行各业当中存在的一些商会也好 行业协会也好 如果说他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于申请人的杰出性有要求的话 其实加入这样的行业呢 当然他也是对申请人本身的自身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并不符合EB1的这个行业协会会员资格的这个要求 那又有人会问了 不同的会员级别会不会有区别 比如说有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 有的人是这个会员当中的比如说常务委员或者说理事长 那如果是承担了这样的一些协会当中的领导性的职务 那是不是有可能就可以符合这个杰出的会员的这个条件了呢 那这个也要分情况来看 那一般来讲仍然是这样 因为如果说这个这个协会本身它并没有对担任这些职务有一个杰出性的要求的话 那担任职务本身也并不能够满足这个会员的要求 但是呢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协会当中 担任一个理事长或者一些常务委员 并且实实在在的做了一些事情的话呢 有可能可以满足另外的一些标准 比如说在知名的组织当中担任领导或者关键的职务 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 会员的这个资格需要以其杰出成就为前提 所以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符合这条要求